为什么很多人死了 硬帮帮的 因为他很挣扎 他的灵信不知道要从哪个地方走啊 因为人要死的时候 这个六道就是气恐 这是灯塔开 所以很多灵信 就要乱出气了 因为他没有得 没有得这个大道 没有找到这个明师指点 这一条路 不可能知道 这个灵信存在哪个地方 所以他就往这些六道出去 这叫转轮回的 转轮回了 我们来这次转做人 我们不知道 我们累生累世 我们做什么来的 我们转回做这些动物 一起转回做动物 太多太多了 要来做人不简单的 所以先佛有说 就是有转到做人 头顶天 有神称的这些动物 有神称的动物 有智慧的动物 有神称的有慈悲的 有这个菩萨的这个心 所以每个人今天我们知道了 我们做人这么幸福的 头顶天这样有机会 而且还有得这个上天的这个大道 所以呢 这个人要离开这个业体 珍珠很痛苦 那人要去哪里 每个人都忘记这个离天老母 我们得理论这个母娘 每个人理论都去这个第一 一起去受苦转轮回这个 受苦的这个十殿第一远金 为什么后世知道 因为观菩萨有带去看 每一殿都受苦的很辛苦很痛苦 所以照后世来讲 就是上去离天的时候很舒服 很凉爽很快乐都不想下来 因为离天都空空的 都不用吃饭 也不用麻烦什么 那到七天 下来到七天的时候 又不一样了 有这个浊气比较重一点 再下去这个第一 有这个第一 第一次去观菩萨带去的时候 我都不敢看 都不舒服 整个人在这个人间 这个肉体都冰冰的 冰冰的 然后都不敢看 那些被審判的受苦的时候 心里很难过 所以 从那时候 自己就不敢做不好的事情 也很认真的 自己的心 来这个 修这个 叫条路 修到 磨到自己的这个心 很多以前的这个脾气毛病 个性很硬 脾气毛病很多 很会发脾气 就一直磨磨磨 仙佛一直磨 磨磨磨到 慢慢慢慢修 听到你又看到 全神这么苦心 哇 跟着这个老前人 还有前人 还有点尘师 这样跑很多国家 天天都看到 点尘师 这么有这个爱心 有这个慈悲心 爱这个众生 一心都是众生 这样很辛苦 来成全道庆 来这样鼓励 我们大家好好修到 这一条路 要回天一定要有修 要有行道 有修道 有办到 自己修好 所以呢 从后学慢慢慢慢这样 进入这个道场 那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 要来这个求道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这个 跟先佛 跟我们即共和佛有这个缘分 我们每个人都有 跟先佛有缘 所以呢 我们的缘分 我们的这个 跟先佛有缘 每个人来得到 通通都不一样 有些 就是 先佛来给做梦 你快点 去找名师指点 现在 有些 有些 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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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的那个灵魂 就来 给他 做梦 给他提醒 你快点去求道 去得道 还有些 也是 父母带来求 亲戚朋友 兄弟姐妹 叫我们来求道 叫我们来求道 向佛学 就是先佛 提醒 来求道 那佛学 当初 当初 佛学 就是 父母从这个大陆 到这个泰国去 那到泰国去的时候 就是 佛学 讲佛学的 就是 我们 有兄弟姐妹 也是很多 那妈妈 讲给佛学听 说 我有孩子 好几个 但是 有你 妈妈 就是很快乐 而且还是 怀孕的时候 又很舒服 都没有辛苦 那你要生的时候 又很好 所以 或许在妈妈的 这个肚子 在妈妈的肚子 七个月 早产的 就是七个月 就想要出来了 就妈妈肚子痛了 就 爸爸就叫那时候 没有什么车 就叫这个三轮车 就用脚踏的 脚踏的 叫他来 结果就 要送去医院的时候 就 那个 开车 先生 那个三轮车 就在妈妈 跟爸爸 到要去医院的时候 就到这个 白桥 在这个白桥中间 那个名字 就是白桥 到中间 哇 那时候就 刚好初一 过年初一 十二点 多 十二点多的时候 妈妈跟或许说 大概你听到这个 人家在放那个 变炮啊 变炮 初一放变炮 你就想出来了 或许就跑出来 那出来的时候 那出来的时候 哇 这个 爸爸看到这个车 三轮车啊 哇 脏掉了 怎么办呢 不好意思 就跟那个 那个先生说啊 那个 你 我不好意思啊 等一下送 送我太太 到这个医院了 我帮你洗这个 这个 这个三轮车好了 那三轮车先生说 不用不用 哇 我太有这个福气了 我要去买 这个政府的彩票 那爸爸就 没有没有没有听 跟他听清楚 就送到医院去 结果他就去了 去了 他就真的有买这个彩票 结果他种了 这个地獎三百万 地獎三百万 地獎三百万 他就很高兴 就 这个 来医院找 找妈妈 说 问这个 富士说 那天啊 有那个 在我的车身 还是指的那个 他在哪间 就 那富士就带去了 他就跟 霍水的父母说 要把这个钱 分给 就是 给父母 给霍水的父母 一半 一人一半 这样 但是霍水的父母 他很实在的人 他很老实 他说 不用不用 是你的福气 我们都不要 后来就 霍水 七个月出来 这妈妈肚子出来 就身体比较不 很小 身体不健康 就在这个报恩 那在报恩了 妈妈住院五天 就先回去 那或许就没有回去 那或许就没有回去 就在报恩 那在报恩 医生就照顾 照顾或许 在报恩三年 都在报恩 就一起养 有那个养气 因为心脏不太好 结果在这个医生 天天都照顾或许 那医生照顾了 就有这个感情了 就很爱 两个夫妻都是医生 就带荷西回去他的家照顾 那在他的家照顾了 差不多啊 总共就五年 父母每个礼拜都有去看 那父母去看的时候 哇看到身体好了 不得 捨不得 又跟那个医生 逃回去 那逃荷西回去 跟父母在一起 那或许 这个命 可能 太硬了 不能跟父母在一起 结果父母还是父母很疼爱孩子 就带气 那带气药的时候 就妈妈爸爸跟后学三位 这几轮流的生病 结果后来爸爸生病太严重了 就肺病吐血 吐血出来 那时候就妈妈就很紧张 就去找这个 这个什么 有什么祭堂 有这些红阳庙 有这个 这个什么 基童 那 就去问那个基童 刚好 这个观音菩萨 下灵坛 下来 下来的时候 那个 那个基童 跟妈妈也不认识 那个观音菩萨 就请妈妈 叫妈妈的名来 然后就跟妈妈说 而且还说 第五的女儿 你不能养 快点送给人家去 妈妈很舍不得 又回家去跟爸爸说 爸爸说 不要送了 没关系 再去问这个 看命的 我们泰国很多 看命的 就去看命的 那个看命人 又跟妈妈说 哎呀 你的女儿第五 不要养她 她硬太 太硬了 不可能跟你们在一起 她借你的肚子来生而已 快点送给人家去 结果后来 就联络这个 妈妈的朋友 就是我们这个 养母的亲戚 就联络了 就送去佛童那边 佛童府那边 或者就七岁 那时候七岁 养两年 就到七岁 七岁的时候 就送去 这个佛童的地方 就跟养母在一起 那跟养母养姐 这个养哥哥养嫂嫂 非常的很好 很爱后学 那就在一起了 差不多二十多年 二十九岁的时候 或许又很会看 人家的这个五官 看这个命 结果啊 就有一天啊 因为或许跟这个养姐姐 很好 有什么都 都会互相得这个善良啊 或许就有什么事 就跟这个养姐姐说 那个养姐姐有一天 二十九岁的时候 跟养姐姐 就捉她的手来看 那看到姐姐的手 那个 这个什么 生命的这个 这线啊 已经在一个礼拜 就会断气了 或许就跟养姐姐说 姐 你的生命可以佛 一个礼拜 姐姐听到很难过 哎呀 明白你怎么跟我说这样 我这么疼你 你为什么跟姐姐说这样 哈啦啦 没有事 没有事啦 姐姐又跟后学说 哎呀 你看命看得很准的 这个你看了很多人都很准 哎呀 我心很害怕 那到明天早上哦 他洗澡出来 再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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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或许就常常会跟他 在旁边 跟他就要叮叮咚咚 一起讲话 像小鸟这样跟他讲话 这样 他就在化妆的时候 哎 为什么他不讲话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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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歪歪了 姐姐你怎么了 他就没有讲话了 或者就快点叫这个杨哥哥 杨嫂来 抱他 然后就送医院去送到医院 医生就把他进去这个家护病房 就放了很多种 如果 或者说 我姐姐从来都没有找过医生 她没有什么病 为什么变这样 在这个护病房 一个礼拜 真的一个礼拜 晚上七点多 就死了 就笑了 或许就难过 天天都一起找这个姐姐 那从小或许喜欢看上天 从小就喜欢看这个飞机飞 看这个影像 她就一起找这个杨姐姐 你去哪里 你快点回来 我好想你啊 我都吃饭吃不下 睡也睡不着 很难过 结果有一天就 就这样 姐姐的这个上司办完了 就更想更想 就很难过 就一直看天 后来就 有一位仙佛 就是 一位仙佛 胖胖的 就叫我谁的名字啊 李仙宝李仙宝 是我的名 那个声音又在往上 就往上去就看到这个 这个 这个仙佛胖胖 废胖胖胖的 哇 肥胖胖的 白白白的 笑嘻嘻的 肚子大大 耳朵很长很大 这个耳朵好漂亮 那个笑得 笑容得很快乐 后来就 就一起看 就不知道是什么仙佛 后来这个 李勒爷啊 他就说 你快点回去 这个曼谷去 去找你的这个身 你去找祂,那边有天命名师的传道,领上天的天命到泰国,曼谷那个地方,你快点回去,得道,去求道。 你求道,还有很多大事,给你这样跑,给你这样做。 那时候就听了懵懵懂懂,不知道求道是什么,后来迷了佛,要记得啊,快点回去。 然后,祂老就慢慢慢慢退,这样退退退退,笑眯眯的这样退,就不见了。 不见了,那时候就不知道什么仙佛,就下来,下来就很高兴,就跟养母说, 妈妈,我要回去曼谷,去学烫头发,好不好? 因为谁不敢说,要回去自己的妈妈那边,怕这个养母会难过,就跟她说要去烫头发。 结果养母说,好,我看你的心情都不好,姐姐不在了,很难过,饭也不吃。 好,你去学。她就说,等妈妈睡觉中午,等一下才给钱你去学烫头发。 结果她就躺下去,就睡着了。 诶,那天很奇怪,这个养母就睡得很久,睡得很久的,或者就一直等等等等。 就一直想,糟糕了,我这个,我是你的,我是女人,我这样曼谷,我也不太了解。 每次养母,养姐带去找父母,都没有寄起来,在哪里,我很怕晚上要在哪里睡啊。 那时候就不等了,不等养母了。 就抱了一只狗,什么都没有了,衣服,什么都没有了。 就抱了一只狗,因为它病,或者可怜它,就抱它上车,公车。 然后要上车,公车的时候啊,那个收票,先生呢,他说,狗不能上车,人上来。 说,好啦,给他上来,拿他生病,我要带他去找医生。 结果,他说,警察做到会花五百块。 然后谁说,没关系,我叫他不要喊,不要哭。 然后就抱他上去。 上去的时候,那个收钱,收票的这个先生, 他要跟后世收钱,两块钱,到这个曼谷要两块钱。 后世说,我没有带钱,我都没有钱。 然后他说,不行啊。 那个旁边的这个大姐,后世不认识,他看到后世好可怜。 他就说,你出来,你这么多没有钱。 那我给你钱好吗? 后世说,我不要钱。 我不要钱。 我不要钱。 因为后世,从小,而且到现在,一毛钱都没有带过。 口袋都空空的,都没有带过钱。 不会买东西的。 然后,那个收票钱,他就说,哈啦,你没钱都不用了。 后世就跟他说,如果到这个曼谷的这个名字,你跟我说,我要下车。 他说,好。到这个曼谷的地方,他就说到了。 后世就抱下来。 然后,就找这个妈妈的这个家。 找了两个小时,才找到。 那妈妈父母看到,看到谁回来,就很高兴。 但是他说,奇怪,为什么你今天一个人回来, 你那个养母,养姐怎么没有带你回来,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什么事,不要问我。 妈妈就进去厨房,就煮了这个汤面。 这个月月给后世吃。 吃完了,爸爸就一起问。 后世说,爸爸不要问我,我会哭。 然后,我上去了,就上去三楼,去房间。 然后,就去这个,这个走什么? 那个外面那个叫什么? 不是走大,走什么? 走哪儿呢? 走哪儿呢? 这样看,也是看天。 也还是看天,一起看,一起看。 然后,一天又一天,这样,一起一天又一天, 就想起来。 那天,那个什么佛? 我在那个窗户,又叫,阿胖佛啊!阿胖佛你在哪里啊? 因为不知道说,他老的名字是弥勒祖师。 就一直叫阿胖佛,阿胖佛你在哪里? 你叫我回来,妈妈这边来求道。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求。 后来这样,这样还是这样。 一天又一天,这样。 到两个礼拜,有。 两个礼拜有。 就,还是一起叫,叫阿胖佛。 叫阿胖佛,阿胖佛。 后来就有这个,观音菩萨出现了。 这边,观音菩萨穿白色,白衣都很漂亮。 然后,长长的。 然后,做这个,有莲花,还有这个奇隆,一起来。 还有金鸿逸女,一起来的。 那时候,看到,或许认识观音菩萨而已。 就是,我们泰国都叫赵麦观音。 或许就说,哎哟,赵麦观音。 你好漂亮哦!你好漂亮哦! 观音菩萨就说,你先保好,你躺下去。 你心情不好,不快乐。 你都忘记,以前的这个礼天,你完全都忘记了。 我今天要带你去玩。 结果,观音菩萨带后谁去。 那时候,他说,你躺下去。 就把后谁的灵性出来。 那灵性出来,就说,坐在这个莲花,坐好。 那后谁坐下去的时候,就往看到自己的这个肉体。 就看到自己,还躺在那边。 就说,奇怪,我怎么还在那边呢? 那为什么这里还有我啊? 就观音菩萨说,哎呀,不要再看了。 那个臭肉体。 臭肉体,不要再看。 现在,真人,真灵这样,干干净净带回去。 然后,到这个飞上去的时候,想一下就到了。 那到时候,到这个七天,七成的地方,也是很漂亮。 或许就玩得很快乐。 就说,菩萨,我不要下去了。 这个人间这么麻烦,还要吃饭,还要怎样怎样。 很多事情,我不要下去。 菩萨说,不行啊。 我现在,再带你,玩一玩咯。 你再玩,然后,就走走这样。 然后,在这个时候,脚没有踏到这个影上。 好,现在用飞的一样。 后来就看到,哇,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这么漂亮。 亮晶晶的,很亮,很亮,好漂亮。 光又很大。 就说,菩萨,我要去那边。 那边,好漂亮哦。 菩萨说,不行,那个地方还不能去。 你要先求道,才可以回到那个无极的天。 你要先求道,才可以带你回去。 听到这两句,求道。 像阿胖佛说一样。 就跟观仁菩萨说。 观仁菩萨,这两个字,求道。 有一天,有那个胖胖的仙佛,叫我回来这里。 然后,就叫我要求道。 那个观仁菩萨说,哎呀,那个不是阿胖佛。 那就是,米勒就是展这个天盘的。 跟你提醒,叫你来这样求道。 那今天,我先跟你讲。 然后,观仁菩萨就选画给, 后谁看。 选画。 你看哦,当你要求道的时候, 然后,你要看到,有这个佛堂。 有这个山展佛灯。 有中间的这个米勒佛。 展这个天盘的。 然后,旁边就是观仁菩萨士。 菩萨自己,我就是大帮助道。 请了所有各位先佛来大帮助道的。 然后,还有另外,这个就是, 寄功佛佛你要记得。 你看到有这样的佛堂。 山展佛灯,你就快点求道。 但是你要求道的时候啊, 你要到时间。 那时候,后谁就心很挤啊。 我要回去旅天啊,我要求道, 在哪里我要求道。 观仁菩萨说,不要这么挤啊。 机会到了,机缘到了,一定会等到的。 观仁菩萨就跟后谁说, 你还要等两个月。 你等两个月,有台湾小姐, 没有结婚的。 一位代表名师, 代表寄功佛佛, 叶惠菩萨, 记得这两位先佛。 然后,还有一个是讲课的讲师。 两位都是小姐, 会从台湾到这个泰国, 到这个曼谷。 然后,会来度你去求道。 你到时间你就去求。 那后谁就听, 他就,观仁菩萨就显化很多。 还要显化这个, 诸天仙佛, 在这个礼天, 现供的时候, 坐仪跪的时候, 看得很清楚。 看完了, 就叫带后谁下来。 那下来的时候, 就把后谁的这个灵性, 进去这个肉体躺着。 在这个肉体, 进去肉体了, 肉体就可以站起来了。 就很高兴, 跟菩萨感谢。 完了,就快点下来。 下来的时候, 就跟父母、 相对姐妹讲这个, 观音菩萨带我去。 去天,去玩, 等着要一直讲, 一直讲, 还叫我要等两个月, 有台湾小姐, 会来带我去求道。 哇, 全家听了, 有些就笑, 或者哥哥就说, 妈妈,她神经病了。 回来想太多了, 神经病。 姐姐就说, 哎呀, 你做梦了, 我带你去玩。 然后每天, 我们相对姐妹很多, 或是从小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都在佛同, 曼谷没有去玩过。 今天, 哥哥, 明天姐姐, 弟弟妹妹, 这样一起带, 或是去玩。 完了, 这个天一天, 每天都玩, 这样。 哇, 我们人有这个有体, 就迷失了, 忘了这个菩萨, 说的, 这个求道的事了。 结果就, 这样一天一天, 过去, 过去, 过去到两个月, 蓝点魂师, 还有一位理讲师, 从这个台湾, 到这个泰国, 要去开这个三天法会, 泰国第一次的三天法会。 结果, 他就去这个, 霍学的这个, 对面, 有一个祭堂, 这个祖师, 他有求道了。 菜菇, 他有求道了。 点师, 要去, 成前他, 去开这个三天法会。 结果, 那天, 他刚好, 普渡, 这个企业的普渡, 就请了很多, 这个素菜, 请了很多人回来。 那很多, 这个, 很多人回来, 他就忙了, 这个, 把他们做, 做好, 就请点人师, 先坐下, 然后他就去忙, 忙,忙到忙, 就回来, 就看到点师, 那, 坐的那个地方啊, 已经太阳公公啊, 晒到了很热。 他就说, 哎呀, 对不起啊,点人师, 他就请这个点人师, 进去, 我带你去对面那个家, 全部都很善良的, 很, 这个, 很老实的, 就带了这个点师进去, 后来的这个妈妈的家, 有两种的这个素菜, 然后这些点师进去了, 后来不在, 在楼上, 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姐姐他们在, 就, 蓝点师就渡, 后来的父母, 兄弟姐妹, 那观音菩萨就叫后来说, 你先把快点下去, 后来就快点下来, 下来到这个楼梯的时候啊, 看到这个蓝点师头上, 有一只的这个, 这个, 黄色的, 后来就很高兴, 这个人是代表, 什么这个名师, 就快点好进去, 找蓝点人师, 就跟他讲这个泰国话, 讲这个观音菩萨, 他带我回去天堂, 这个去天, 做莲花回去, 然后叫我要求道, 蓝点师, 他就只有微笑, 因为他听不懂泰文, 他就只有微笑而已, 那或许就, 哥哥, 你帮我换夜啊, 那或许的哥哥, 他是懂这个, 会讲国语一点点而已, 不是很多, 或许就问哥哥, 这两位啊, 你帮我问看看, 这两位从哪里来? 哥哥说, 我问好了, 她说从台湾来, 你问她看看, 她是不是小姐啊? 有没有姐过分? 然后, 哥哥说, 我问好了, 她说她是小姐两个, 小姐从台湾来, 要来度人, 去求什么道, 问音菩萨什么道, 我也听不清楚, 那或许听到这样, 就很高兴, 哥, 你说我神经病, 今天, 我找到了, 我好高兴哦, 我一定要求道, 就, 蓝点师, 就说, 奇怪, 我讲, 我去度人, 都讲很多很多, 讲到嘴巴又破掉, 他也不求, 为什么, 你妹妹没有听过我讲, 为什么她, 她就说她要求道? 哥哥就说, 两个月前, 有她说, 观音菩萨拜她去, 就等两个月, 今天就是两个月了, 那哥哥说, 好了, 我相信了, 后来就, 蓝点师就把, 说今天还没有给人家求, 要下个礼拜, 去观音菩萨, 那边有佛堂, 就写, 后来接你的电话去, 然后观音菩萨的电话, 写给后来, 到礼拜天的时候, 蓝点师就打电话来, 姐姐接的, 姐姐又说, 阿宝, 你要不要去, 那个什么观音菩萨, 什么有, 什么求道呢, 那位台湾小姐她打来, 后来说, 要我要去, 你带我去好不好, 姐姐就说, 不过妈妈, 早上就去那个地方了, 因为妈妈不求道, 那个地方, 楼下就是红羊的, 楼上是白羊的, 楼下也是刚好, 拜这个普渡的, 这个7月普渡, 29号的那个普渡, 然后, 后来就说, 你带我去, 那到那个地方, 妈妈坐在那边, 妈妈不求你, 不给你求你, 你去找妈妈, 我快点跑上去好了, 那姐姐就去找妈妈, 后来就快点跑上楼上去, 那上去楼上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人排队的, 有这个过号, 过号, 他就说, 你要求到吗? 对啊, 我要求到, 那去过号, 过号完了, 那个过号人, 他就说, 好, 你过号完了, 要做功德, 应善书跟众生管结善缘, 100块, 那时候就说, 我没有贷钱, 我没有钱, 不可以, 一定要做功德, 那我怎么办? 就想起来, 就下去跟妈妈讨100块, 就说, 妈妈, 给我100块, 妈妈说, 你要做什么? 嗯, 楼上呢, 她说, 给人家添油啊, 没有油, 那个添油, 那个添油很好, 眼睛会很亮, 而且会加智慧, 妈妈给我100块, 好不好? 妈妈说, 真的吗? 楼下也有这个佛灯啊, 楼下也有给人家添油一样啊, 在楼下做, 不要啦, 我喜欢楼上啦, 妈妈说, 哈哈, 给你100块, 就给100了, 就上去, 就给那个过号的人, 给他100块完了, 就自己就去拜殿, 去拜殿, 就坐鱼柜, 欸, 蓝天师说, 这个人说, 要来求道, 为什么他坐鱼柜这么标准? 嗯, 比这个老大青孩标准, 他就感觉到很奇怪, 就带了一个菜姑, 会听国语的, 来欢迎, 就问候谁说, 嗯, 你是不是要求道了? 候谁好紧张, 以为说, 蓝天师不给候谁求道, 就很紧张说, 欸, 我已经拿100块给那个人去了, 我真的要求道啊, 然后, 蓝天师说, 那你为什么, 现在, 现在你就会拜了, 对啊, 我回去观菩萨拜祭的时候, 看到仙火这样拜啊, 结果, 那个蓝天师他还是不相信, 他是说, 这个人一定有求道了, 因为他拜得很好, 后来, 后谁就说, 好咯, 我求道完了, 我就要回去了, 后谁就说, 拜拜啊, 再见, 就要下楼梯回家了, 结果, 那个蓝天师就问候谁说,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三宝记得吗? 三宝, 因为你会拜, 你一定有求道了, 你三宝记得吗? 后谁说, 我就是先宝啊, 我就是先宝啊, 然后, 蓝天师说, 不是三宝, 第一宝, 行棍俏, 那边知道吗? 一点, 点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第二宝, 记得吗? 五字真经, 我也不知道, 第三宝呢? 这样报, 你知道吗? 我没有看过, 我只有刚刚拜给你看, 那个是上天那个, 有看到仙佛在这样拜啊, 然后, 蓝天师说, 好, 那你还没有得到, 等一下, 我还要传道给大家, 那你等, 就等了这个, 他们写表文, 因为泰国那时候要求道, 不是几位几位, 很多好几十位啊, 有时候, 八十多位也有啊, 上一百也有啊, 那或许就等等, 等等到, 下表文好几张, 写完了, 就, 点是说好, 各位, 大家, 站好啊, 现在要传道给大家了, 要现贡, 就一直讲这个, 那有欢, 这个, 菜股欢意的, 他就欢, 欢多多少少这样, 后来, 他就说, 钱困要分啊, 然后, 不要乱跑, 然后那时候, 很多老人家还有这个小孩子, 他就听不懂, 他就乱跑, 那时候, 后来, 就看到点事情谈的时候, 就很多仙佛, 哇, 就飞进来啊, 前道仙佛, 就站在这个前道, 照顾的前道这边, 昆道仙佛, 就在这个昆道这边, 后来, 看到很多仙佛, 后来就看到, 我们极公和佛那时候, 就不知道什么仙佛, 就看到极公和佛, 好可怜啊, 这位仙佛啊, 好可怜啊, 穿衣服, 破破烂烂, 还有这个, 这个鞋子, 为什么要穿一边呢, 走路又很重啊, 然后, 然后, 就疯疯傻傻傻的, 然后, 我们极公和佛, 这个, 瘦瘦的啊, 瘦瘦的, 这个很瘦啊, 然后, 皮肤这个黑黑的, 然后, 后来就说, 嗯, 不知道什么仙佛, 好可怜, 后来就, 这个, 难点是要存到的时候啊, 那存到的时候, 点是站在这个, 要存到的时候的地方, 就, 叫, 前道先, 跪下来, 然后, 后来看前道那时候, 每个人, 都这个, 先关去那个, 那个, 那个门路啊, 每个人, 都还暗暗黑黑的, 就一起注意看, 后来点是, 要存到的时候, 又看到我们极公和佛, 进去这个, 呃, 点人士的旁边, 然后, 看到点是, 要打开, 大家的, 这个, 玄关架, 又看到他的手, 又不是他的手, 就是, 男生的这个手, 瘦瘦的, 有这个金, 看到金啊, 看到古那种手, 然后, 要点的时候, 又看到这个, 那只手, 又不是人的手, 好像钥匙, 亮亮的金钥匙, 然后, 像那个电线一样, 这个, 这个电线, 就看到, 打开, 老师就, 一个一个一个, 都打开, 打开, 然后后来就看到, 每一个人, 哦, 那个一点, 仙佛, 佛线点在这个, 上面这里, 原来不是在那个地方, 哦, 我知道了, 就是在这里, 好, 等下到, 轮到我了, 我跪下去, 我, 好想跪在这个, 拜殿中间, 结果, 电视说, 老人家在前面, 哇, 佛线就没办法在前面了, 就在, 后面, 因为那, 那般有很多老人家, 结果这个电视, 要存, 存到的时候, 要打开, 行棍窍, 给佛线的时候, 哇, 整个人, 很轻松啊, 很轻松, 好像, 麻麻的一样, 好像, 摇来摇去这样, 后来, 电视点下去, 哇, 自己就好像悟到了, 哇, 我知道了, 我灵性存在这个地方, 很高兴, 点到完了, 电视说好, 各位还不要回去, 等一下要请这个讲师, 还有我也要讲这个三宝, 复习给大家听, 给大家了解, 那, 那时候有两种话, 就是有潮州话, 跟客家话, 还有另外有些, 国语没有几个, 那三种话, 后来电视就说, 谁要听哪种话, 自己进去, 这边, 客家这边, 潮州那边, 国语, 然后谁就不知道要, 往哪个地方, 因为, 三种都听不懂, 后来, 蓝点师说, 嗯, 你先把, 你要听哪种呢, 我三种都听不懂呢, 然后, 点师说好, 你去客家, 那边好了, 因为你父母是客家人, 你一定会, 多多少少也会听懂, 那或许从小去世, 就去给人家养了, 那个养母那边, 不是客家人, 就, 没有跟父母在一起, 这个客家就忘记了, 一点点的记得, 结果就去, 那个客家的, 李讲师的, 这个讲, 这个三宝, 只有知道, 三宝很好用, 很好, 很宝贵, 很宝贵的, 哇, 太好了, 不能下落天机, 这五个字, 听不懂, 后来, 回到家里了, 哇, 很好奇哦, 就排一只, 排排排, 一只, 家里都一直排下来, 然后, 就叫, 家里人, 父母, 相帝姐妹用人啊, 你们大家都坐下来, 我今天要存三宝给你们, 结果, 他们就坐下来, 或许就说, 好好, 你们不能乱坐, 要分好, 那个你的一边, 男的一边, 他们就说, 为什么要这样, 就做了, 后来, 后来, 后来就说, 你们要听好哦, 这个三宝很好用你, 很宝贵耶, 你们要记得, 这三宝哦, 你肚子痛, 头痛, 牙齿痛, 全部都可以用啊, 很好, 很好的, 后来, 他们就听, 后来讲这个, 后来就传这个三宝给他们, 传完了, 后来就说, 这样, 你们不用去这个佛堂, 那个观音安, 一人要花一百块了, 然后, 大家听了很高兴, 太好了, 他就记起来, 后来, 到晚上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观音菩萨来带和学去, 离天的, 然后带去的时候, 就念和学了, 李神宝, 你今天, 这个下落了, 这个上天的, 这个宝贵的, 这个三宝, 下落天机, 你听不懂, 那你去跟全家说, 你给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了, 灵性知道这个门路, 这个门路, 这个往上天的, 从这里出去, 但是, 没有金钥匙, 上天的这个天命, 打开, 知道也没有用, 但是你要被出华, 法律主会出华你, 肚子痛三天, 结果, 到明天早上, 哇,肚子真的痛啊, 很痛, 吃东西也不能吃, 痛得很厉害, 后来到第三天, 观音菩萨说, 哎呀, 好可怜啊, 第三天了, 好, 你自己找事情, 你要自己, 找这个, 用智慧来处理, 那或许就, 就一起用智慧, 要怎么, 要怎么, 把这个三宝还我来, 然后, 就,啊, 好, 我再排椅子好了, 就排椅子啊, 就救全家, 你们都坐下来, 然后, 或许就说, 好, 各位, 各位啊, 今天我要收三宝了, 不传给你们了, 哦, 大家, 你们, 你们记得吗, 有些, 各个姐姐, 他们就说, 啊, 我记得第一宝而已, 我记, 第三, 好, 全部都不要记, 还我来, 你要求到, 你要知道这个三宝, 自己去, 这个观音安, 去找这个名师指点, 那天, 有一位小姐啊, 有一个黄旗啊, 你们看不到, 我看到有一个黄旗, 她是代表, 寄功和佛, 耶会菩萨, 快点去找她, 那, 那一人一百块去哦, 然后她, 妈妈说, 我不求, 我还不求, 就叫全部都不要求, 妈妈说, 妈妈拜日本佛, 那时候, 23年了, 拜了23年, 家里也有这个, 日本佛的佛堂, 妈妈天天都拜, 那时候, 怎么办? 父母, 相对姐妹, 不求, 后来就, 蓝典师就, 先, 呃, 呃, 城前那个, 对面那个菜菇, 去开这个三天法会, 就跟后来说, 你不要去, 因为, 讲荒, 宽草粥话而已, 你听不懂, 就没有去, 后来, 观音菩萨就来提醒, 提醒说, 小宝, 你快点去, 开三天法会, 第三天, 有立愿的, 你要立愿, 清和愿, 我要, 来, 帮你父母医病, 然后, 就, 带后谁这样去, 去这个三天法会, 三天都是鬼菩萨带去的, 那去听这个三天法会, 十五个题目, 三天当中, 每一句都听不懂, 一句都听不懂, 就坐在后面, 坐在后面, 就看到很多仙佛, 这样而已, 来, 这样, 花光, 给黄光, 给我们国光, 鼓照, 这样, 后来第三天, 要立愿的时候, 观音菩萨又来提醒, 快点勾, 这个立愿的这个清口, 油树, 后来就不会看, 因为是中文, 就问, 旁边的这个大姐说, 这个清口油树, 在哪个地方, 他就说第三, 后来就勾起来, 就拿去给蓝蝶寺, 蓝蝶寺就说, 蛤, 你勾这个不行的, 你一句都听不懂, 就带后谁去找这个前人, 就跟前人说, 前人说不可以, 不给你立, 然后谁说, 我为了父母, 观音菩萨叫我要立下去, 他要帮我的父母这样医病, 那我要孝顺我的父母, 前人听到这样, 就不敢挡了, 就说, 哎呀, 我都没有看过, 这么孝顺的这个孩子, 好, 我给你立, 然后立完了, 回到家里, 就跟父母说, 爸爸妈妈, 我已经, 这个立清口了, 我现在吃灾了, 哇, 爸爸听到这样, 你去开什么班, 谁叫你清口的, 不可以, 他就不给, 要给你五十岁才可以, 给你清口, 那我烧表纹上去了, 不可以啊, 那时候爸爸就烤了, 就把这个, 呃, 叫姐姐啊, 去买这个炸鸡腿啊, 还有,呃, 猪肉啊, 什么都买来, 然后就一起逼, 和谁吃, 那那时候, 和谁就, 怎么办呢, 那家里有狗好几只吗, 有狗好几只, 就, 爸爸外面有人找你, 我有听到, 就把这个, 这些肉啊, 快点给狗吃, 快点给狗吃, 爸爸走进来, 没有啊, 那那个肉全部去哪里了, 我吃下去了, 有这么快吗, 爸爸说, 你给狗吃, 结果, 爸爸又再叫姐姐拿来, 那后谁就, 那时候, 这个性也很强, 很会发脾气, 哇, 就不高兴了, 那时候, 就把这个, 盘放下去, 那个盘放下去, 就跟爸爸顶嘴了, 爸爸, 你不要管我这么多, 你没有这个管我, 你没有养我长大, 哇, 那个, 家里父母, 他教孩子啊, 不能跟父母顶嘴, 不能跟哥哥姐姐顶嘴, 结果, 那天跟他这样顶嘴, 他很生气, 哇, 拐杖, 就要打, 要打后谁, 后谁就快点跑上去楼上, 在这个房间, 就门锁起来, 都不出来, 三天都在里面, 结果, 这个妈妈的这个, 还是妈妈的这个爱心啊, 很担心, 就叫兄弟姐妹, 你快点爬上去看, 你那个, 那个, 那个先把他有没有自杀, 为什么都静静的三天了, 就爬, 红牛的爬上去, 他在静坐呢, 然后第三天, 观菩萨又来了, 观菩萨说, 你先把快点下去, 你这样不礼貌, 也没有孝顺, 这样不好, 快点下去, 去叫你的父母, 就下来叫爸爸妈妈, 结果妈妈很高兴, 看到谁下来, 好了好了, 就叫爸爸说, 老啊, 你不要再骂他了, 给他吃了, 爸爸说, 我还是不给他吃, 那后谁就说, 没关系, 我不会给你们麻烦, 我去那个对面, 那个摘堂, 他们那个菜股吃素, 我跟他去吃, 那要走出去, 爸爸又舍不得, 后来爸爸就说, 看到我真的, 这个很坚强要吃的, 然后爸爸就说, 好了, 给你吃了, 你不要出去, 就在那时候, 爸爸就没有烤了, 就有吃素了, 就跳过去一层了, 后来就, 那时候, 那时候, 爸爸就没有烤了, 就跳过去一层, 后来就等他了, 那时候, 爸爸就没有烤了, 就有吃素了, 就跳过去一层了, 过去一层了,后来,那时候,观音菩萨就说 好,今天晚上七点多,我要来用你的身上 叫你姐姐去对面摘堂,拿一粒盘苹果来 然后姐姐去拿,给观音菩萨就来了 就把这个苹果念经,切切切切念经 然后妈妈是蛮肠痛,哥哥带去医院检查 然后医生说要开刀,明天要开刀 就把两片苹果给爸爸吃 那时候爸爸他是半身不随 但是可以拿拐杖这样去,这样走路 但是讲话也不是很标准 后来就吃这两粒,这两片苹果下去 就观音菩萨就叫爸爸说,那个拐杖丢掉 然后走第一步,爸爸他说他感觉吃下去的时候 前身都很像血管走了这样,就很心胜 第一步就说,我不相信,也要得相信了 因为我可以走路了 然后妈妈,哥哥带妈妈回来了 妈妈,就听到妈妈这样,满肠痛 就一直哭哭啼啼 菩萨退了的时候,或许就快点跑下来 问姐姐说,苹果,这个妈妈吃了吗? 姐姐说,妈妈不敢吃,明天要开刀 不能吃东西,放在冰箱 后来就去冰箱拿了,这两块苹果 给他吃 说妈妈你吃下去,爸爸现在好了 妈妈就吃下去 然后吃下去的时候,他就满肠就不痛了 就没有痛 到早上,哥哥还是不放心 就带妈妈去医院 去带医院,医生就看妈妈说 你的脸没有表现,你很痛苦 再照X光一次吧 然后再去照X光 就看到茫长不见了 医生说,为什么你的茫长不见了 你去吃什么东西,你去找什么医生比我还棒 然后妈妈就跟医生说 没有,我女儿有这个观音菩萨来去用她的身上 然后两块苹果给我吃 我现在不痛了 结果这个医生听到了 因为她天天也是拜观音菩萨 她说,好,我很相信 那我叫你的女儿来 然后哥哥就打电话 叫姐姐带赫西去医院 到医院了,就讲这个求道德 那时候赫西也不会讲什么 就知道说,道好 就跟医生说 你去观音菩萨去找这个台湾小姐 她可以送给你三宝 那个医生说 好,我们全家都要求 就那时候就联络点赫西 因为点赫西很忙 我们泰国七十六佛都有这个佛堂 点赫西跑了 南北中北什么都跑都很忙 就等点赫西回来了 就请点赫西 请这个医生全家去求道 还有家里人 这个父母兄弟姐妹 总共三十六位一起求道 结果那时候求道完了 归音菩萨又跟后学说 好,现在我安排你的家都好了 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养母那边 养你长大也是大恩的 快点去度他们 就请养点赫西还有旺点赫西 到这个佛童去 那到佛童去的时候 就就度这个养母 养哥哥 还有养嫂他们全家求道 那求道完了 这个养母他也是吃素 归音菩萨说好 两家都完成好了 你可以跟点赫西出去了 跟点赫西出去国外 去开荒 那后学说我不要去 因为归音菩萨常常跟后学说 你要跟点赫西出去 行功了愿 你的责任 你要做到 然后后学就说 我不要 我话不通 后来 归音菩萨就一直讲 一直讲 讲了 后学就还不去 还不去 归音菩萨说好 如果你不去 我已经讲了十次 你真的不去 我要掉你的灵性回来 我也不要你在身边了 那时候就吓到了 不要啦 菩萨 我也还不出去 因为我话不通 归音菩萨说好 每个人求道都有一朵莲花 我们今天修道办道 我们修道办道行道 完全都是跟归音菩萨 跟世界摩尼佛 跟万仙菩萨 每个仙佛一样的 这个求道的 修道的 每一个仙佛都有一朵莲花 那归音菩萨说 今天我要带你去看你的莲花 那时候 菩萨就说 菩萨骗人 每次带去 我都没有看过莲花 怎么有莲花 菩萨说 今天就是要带你去的 后来就带菩萨去 那到那个莲花池的地方 修道办道成果莲花池 写的很大字 然后 带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一朵莲花 很大很大的 有大有中有小 然后看到很大的这个莲花 或谁就说 菩萨这朵莲花是我的 我要这朵莲花 菩萨说 谁说是你的 这个是大 很大德的 这个有做功德 很大很大的 这个位置的 哎那个 这朵也可以啊 不行 这个也不是你的 我要带你去看你的 然后就 一起带去 带去 为什么要带去 带去 为什么这边都是不漂亮的 后来就说 菩萨 我不要这些 这些都不漂亮 干干的 而且还有倒下去 倒下去干掉了 我要莲花有生叶子的 有光的 菩萨 我要我的莲花漂亮 这些 我不要 我要换 菩萨说 不可能可以换的 自己看 这里有你的 自己找 那或谁说 哎哟 哪一朵是我的啦 全部都不漂亮 我 不想要 你看啊 就一起找 找找找 后来找到 自己的莲花了 哇 李仙宝 自己的名字 李仙宝 看得很清楚 写在这个 这个莲台旁边 后来 后来就说 菩萨 我不要这个 不漂亮 你再看 再看一次 结果再看一次 有相片 相片那天 求到的那天 穿那件衣服 后来求到那天 穿那件衣服 就没有再穿了 哎 这件衣服 我求到的那天穿的 眼看佛灯 点是要穿的时候 叫我们眼看 老母灯 中间的 眼睛在看灯 哇 哪知道上天 我们是像 照相上去 贴在这个莲花了 不可能换了 然后 菩萨 菩萨说 好 你要不要给你的莲花 发生叶子有光 要要 菩萨说 你求到 两年 都没有度到人 都没有度到人 也没有做到什么功德 你的莲花 要怎么有 有这个叶子 有光呢 快点 跟这个 跟这个 点核式出去 就开始了 下来 带了一个大姐 也会欢迎的 一点 会欢迎一点的 这个 国语给点师听 就 或许就跟 跟点师说 点师 我要跟你出去了 哇 点师听到这样 大姐欢迎了 点师听到这样 好啊 我每天都叫你 你都不要 今天 为什么要 我看我的莲花倒下去 没有月子 我要跟你出去 行工了 就跟点 点师出去 第一站 就是我们泰国枪脉 从 曼谷 坐这个公车 到这个枪脉 要十个钟头 我们利用晚上 跟点师出去 那时候 有五位 一起去 两位点师 还有三位 得这个办事 那那时候 霍西从来 都没有去 这个佛堂学习 两年都没有去学习 只有初一十五 这个大姐 林大姐 带霍西去 观音安 去到那边 人家都拜好了 就拜拜 就回家去 都是这样 都没有学到什么 那我们跟 霍西跟蓝点师 坐在一起 十个钟头 这样坐车去 在车上 我们在讲话 霍西讲 太文 蓝点师讲 这个国语的 然后我们两个都听 你也听不懂 我也听不懂 都是用笔的 后来蓝点师说 哎呀 好麻烦哦 我们都用笔的 都听不懂 我们睡觉好了 就开始睡觉 那十个钟头到这个 枪脉那个地方 就六点多 早上六点多 早上六点多 点师背了 这个道场的 这个 佛灯 还有这个拜垫 佛像 什么都背了很重 两位点师很 辛苦 这背了 这个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就 还心的道庆 那两位 也是老人家 那阿姨黄阿姨她也是 很好命的人 她提一点点而已 然后写就 不懂什么都没有棒点是提东西 然后 都是点是两位话提了很多 然后又没有地方 没有引线怎么办 就点是代表 这个老师这个天命 就去这个找这个摘堂 去渡这个摘堂 这个菜股 那个菜股很高兴说好 我要求他 就把这个摘堂给点是放东西 办到 点是就带了 或者还有那两位办事 一起到处去渡人 每个地方每家都进去 不认识 就一起渡渡 有缘就来就跟他们说 晚上七点多 我请你们到某某哪个在堂 有这个拜观音菩萨 所求到的 结果到点是就去买水果 回来 就叫或是去洗水果 排水果 洗毛巾 或是通通都不会做 都不会做 然后点是就跟我出来 哎呦 发现这点是有这个领导们就要教我们 就一起有用心 一起教 他是都听不懂 那个阿姨说 点是叫你去洗水果了 排水果了 我不会啊 阿姨你去几只住啊 阿姨就去洗 结果点是就念 后来就看到点是 因为我们人 我们人在生气的时候 脸都会化出来 说他在生气不高兴 然后后来就说 你会生气 我也会生气啊 后来就 那时候晚上 就有很多人 很多人哦 要来求道 结果 就 要点到的时候 点是说 好现在要现供了 今天你要做下旨礼 我做上旨礼 哎呦 我怎么会做下旨礼 你连排水果我也不会 叫我做下旨礼 那这个李绝部给后来看 那李绝部又是 台湾拿过去的这个中文的 后来说 我不会看啊 点是就叫后来说 好你住泰文了 住而已 快点住下去 后来就住 坐泰文的字 但是台湾的国语的因 结果做下旨礼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次做 又感觉很好玩 就一起笑 一边做一边笑 点是说 不可以笑啦 不要笑 代表这个 这个法律主不能笑 那时候就 不会做 全部都是蓝点师做 上旨礼下旨礼 都是蓝点师做 还有现供也是点人师 结果那个旨礼是要点到的时候了 就点到完了 要点到完了 那时候蓝点师就说 都是用笔的 说要毛巾 插手毛巾 这样做给后谁看 后谁就看到毛巾 就那时候都不礼貌 都不知道 就说 自己不会来拿嘛 就把这个毛巾 丢给点成师去 丢给点师去 点师也没有生气 所以就只有笑说 或者不懂事 后来就 点到大家都回去了 那天就三宝 就让那个一个观先生 他帮点人师换衣 就换衣点 就回去了 点师就打扫 打扫 两位点师打扫 还有阿姨他 他没有打扫过 因为他家里有用人 好几个他没有做 就有那个观先生一起做 那谁就没有 也没有做 那点师做好 大家都在睡觉了 哇 自己感觉很辛苦 哇 我不要跟他们出来了 我要回蒙古 回家去了 我想要看电视 就可以看了 我想要躺 也可以躺 哇 跟点师出来好辛苦 话又不同 自己又很难过 如果大家睡着了 晚上睡着了 晚上睡着了 就自己出来 在这个拜殿 就跟仙佛讲了好多 就说 观音菩萨 你叫我跟点师出来 我很辛苦 你话都不通 我很辛苦 我要回蒙古去了 观音菩萨就显化 就出现了 就跟或者说 哎呀 人家 你看 点人师这么辛苦 人家 很辛苦 都没有讲 一句 你刚出来 你就 就受不了了 话 很简单的 没有问题 你真的要修吗 要啊 嗯 那个观音菩萨说 好没问题 我给你 听懂 一种话 你要什么话 我要台湾的话 台湾话 台湾话 台湾话不是国语哦 然后 我要国语 呃 观音菩萨说 没问题 我请太子 来带你去 礼天 学五个晚上 给你时间 一个晚上 两个小时 五天 就好了 然后 观音菩萨就请 这个太子哥哥来 哇 就说 太子 下来 这样而已 讲而已 太子哥哥叫 风佛轮 就到了 哇 就叫和谁说 来呀 你先把上来 上来 那时候 和谁就说 我才不要你的 风佛轮 火这么大 我很怕 他说 不用怕 快点 就上来 就站在他的风火轮 就说 好 去礼天 就上去 到礼天 就叫 一个晚上 两个小时 就五天 就有教 拼音 啵啵门佛 教这些而已 结果 叫啵啵门佛 这样 这个 完了 就叫和谁说 好了 和谁说 你还没有教我中文 他说 不用 自己去找字典 结果 就带下来的时候 或者快点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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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还有笔 就一起写 写说 典传师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对你没有礼貌 丢 丢 这个毛巾给你 就一写 写完了 早上典似起来 就看到这个 书桌 有一张纸 有中文的 就说 诶 这张纸 谁写的 字 很可爱的字 又很漂亮 我写的 你怎么会写 嗯 太子 哥哥教我的 那时候 那时候也不相信 但是 他说 我认识你 你求到 到现在 你也是没有 一句都听不懂 字也不懂 但是 你写给我看 我写就再写给典 看 那典师说 哎呀 不可思议 这个大闲话了 不可思议 就去跟另外的典师说 嘿 那个小宝 他会写字 中国字了 你也会帮我们欢愈了 后来就 从那时候 就帮典师 这样 在身边 这样欢愈啊 还有这个 慢慢的 这个 每个星期四 都要去 读书 在天堂 这个读 这个 先佛教的 后来就 观菩萨说好 现在 可以出国了 哇 要出国 菩萨就说好 你要出国 先给你 信念四十九天 把你的心 洗得干干净净 就四十九天 在房间 观菩萨说好 跟这个典师 还有大清说 你们都不用怕 我要 信念他四十九天 在这个房间 把这个 下雨的 这个水 进去一桶 还有一个茶杯 进去 给他喝这个水 一天三杯 就好了 然后四十九天 在里面 都不能出来 那里面 也没有厕所 那里面 在这个四十九天 当中 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星期 就是七天 一个礼拜 观菩萨就来看 就把这个上天 礼天的这个线桃 给赫水吃 总共吃了七粒 七七四十九 就跟赫水讲 那时候 谁听了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后来 观菩萨 要给赫水进去的时候 都跟大家讲好了 四十九天 我要给他 矮矮胖胖 笑 像那个胖仙童 他 不会这样 然后四十九天的时候 他说 哇 这个衣服 裙太长了 裤子 太长了 走出来 因为 或许没有下带 为观菩萨先讲 后来 观菩萨说好 出国啊 就跟蓝天寺 去这个 那四十九天都没有吃东西啊 只是喝水而已 然后就去第一站就是新加坡 然后那个新加坡前前去开荒 已经五年了 有很多人才了 去开圣天法会 带赫水去 那去到那边 他们人才很多啊 或许就很想要行工 行工 留言自己 然后要去洗毛巾 要洗茶杯 要什么 他们都没有安排 或许就自己去洗 毛巾 然后在洗毛巾的时候呢 新加坡前前 就说 哎呀妹妹 你不要玩水啊 不要玩水 就牵后谁出来 去洗茶杯 妹妹 你不要洗 会破掉 快点外面很多小朋友 去跟他玩 那时候 我写着佛话 现在都不能做什么了 就 坐在那边 我要行工 要怎么行工啊 没有 没有事情做 太子哥哥就来了 这个 你先把你好笨哦 快点厕所 没有人做 很臭 那个功德很大 哇 听到这样 太好了 快点去厕所啊 去洗 再说 再洗的时候 又是有讲师过来 前前前过来 又牵后谁 哎呀真是喜欢玩水啊 快点出来啊 我没有玩水 我在洗厕所 不要不要 快点 小孩子外面 去外面 结果就坐在那边 又没有 四座 还是太子哥哥 再来 你好笨 快点去厕所 门锁起来 你做什么都没有人知道 啊 就快点 进去厕所了 门锁起来 那锁起来 就在里面哦 洗厕所 洗得很高兴 跟蓝点室 跟点室出去 去新加坡 去马拉西 去印尼 去哪里 都是洗厕所 洗了一年 都是这个工作 洗了一年 结果洗一年了 观菩萨说 好了 你洗厕所一年了 不用再洗了 快点去台湾 白羊山主考 这个一贯道 很多 前前很多人都倒了 哇 这个太可惜了 迷失了 快点快点去 就怎么去啊 台湾在哪里也不知道 就 请了这个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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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见我们的老前辈,老前仁 到那个地方,或谁也不认识老前仁 就问他们说,老前仁是哪一位,就看到线片 前前就说,这是这位,或谁就看到 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凶 老公公,这样我不敢见面 就走在这个前仁的后面 我们前仁后面 然后,我们的这个老前仁,他是佛在世了 他从他的房间走来远远,他就 声音就 献出来了,就说 你后面那个是谁的孩子啊 谁的小孩子啊 蓝天寺 就 说 他老进来了,蓝天寺就跟他说,你老师对 他是太古啊 道庆 他今年31岁了 他老就说,30岁,为什么像13岁 出来啊 前仁就说,出来 出来,或谁就出来 他老就说,就在我的旁边这里 或谁那时候,战战兢兢的 怕怕的,然后就在他老的旁边 他老就说,好 你 讲得我听 上天从老母讲下来 是哪个地方怎样 哪位仙佛这样,或谁就很 很单纯的这样 就一起讲 从老母这样一起讲下来给他老听 然后他老听,或谁讲完了就很高兴 就拍 或谁的讲吧 这样拍得很大力 说,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这个就大闲话 好 从今天 你就去讲你的这个过程 成全人 你是代表这个上天慈悲 这个过瘾菩萨派你下来 就是要来这个 讲给大家,这样好好的修道办到 了解这个道的宝贵 还要求道的好处 快点去 然后 就 那时候 在台湾第1次的 在湖山 一个礼拜也不能吃 东西 他老就 直接自己看到了 哎呀 有人还是有这个肉体 你怎么不吃呢 就拿 什么面包啊 拿什么给后 谁吃 不能你老不能吃 他老就 哈哈 先佛叫你不要吃就不要吃 再来就是第1站在哪里 就是重修堂 从来都没有讲过 学过这个上台的这个道理 也没有学过什么 后来就 替这个重修堂 这个第1站的重修堂 有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回来 结果在那时候下车的时候 有点人事 很多点事 就跟蓝点事说 哇今天我们很有福气 很远很远的地方 到青年回来了 哇总共一千多人 不够座 楼上楼下 或许就听到 蓝点事就说 小宝 你今晚要讲什么啊 他们说有一千多人 或许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 脑空空的 从来都没有这个灌这个道理进去 我不知道啊 然后就 他们介绍 介绍完了 就 后来在那边 就想说 好前前他们 就出来跟 仙佛三级宫 那我就跟仙佛三级宫 跟他们一样 然后 介绍完了 后来就出来 就真的 三级宫完了 就上台 上台了 就只有 会讲 各位 大家好 这样而已 就不会讲什么了 然后 一千多人 这样 又看到这个佛桌 下面 也有人 都没有地方坐了 在佛桌 下面 也有人 好你好 就一直好好好 只有微笑而已 哇 很多人 这样 眼睛都往来或写这里 然后 只有微笑 你微笑 我微笑 笑来笑去 这样而已 怎么办呢 后来就 菩萨慈悲啊 我要怎么讲 我不会讲 后来 还是 鲜活 大帮助到 这样 一贯到这个 我们一贯到这个有天命的 所以 仙佛 都会来大帮助到 所有仙佛这样 这样 一直来 接智慧了 自己感觉 好像麻麻的 还轻轻的 摇来摇去 不是自己了 脚又站不稳 不是自己了 就 有这个前面的这个点诗 这个的点诗 好几时 修了40多年的 这些点诗 有好几个点诗在前面 他就 看到光 那 一几一几 好像动动 一眼睛打不开 那或许那时候 第一次来台湾 也不懂 是什么意思 就 我们泰国很多鸡童 都是这样 或许就说 这些 是不是鸡童 这样 就没有管了 就是 这样 先佛就一起 接触会 一起 录录录 这个道 出来 然后 就讲了两个小时 也有三个小时 这样不一定 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结果先佛就一起接 一起接 不知道讲什么东西 出来 然后现在录音 开录音 带一样 一起讲 一起讲 后来就 天天 都这样跑 天天都跑 很多单位 很多的 这个 骑老那边 张老那边 很多地方 就是了 天天都是这样 也是 也是很多人 就是 好几百人 好几百人 这样 然后 这根点 是这样 跑了 这样 已经跑了 今年 就是 20年了 20年的 这个 在道场 那或许 在 今天还在道场 也是 先佛之辈 还有 老前人 当初 成全 或许也是 很多 还有 这个前人 各位典传师 很多典传师 这样 成全 或许 那或许 自己 天天也是 感恩 天天也是 自己 忏悔 还有 感恩 那天天都会想说 哎呀 我们人的 这个生命 我们的 这个命 太 太 可怕的 为什么 太可怕 我们 或许 或许 这样 还有先佛 这样一起提醒 带去这个 离天 或许 在离天的时候 先佛讲道理 太好了 太好了 先佛说 下去 就讲给 同修的这个 兄弟姐妹 到哪个国家 就成全人 然后 很好 这些道理 很好 结果 到这个 七天 就 这个道理 好的 这边 一半而已 下来 这个人间 还没有进去 这个肉体 20% 还记得 哇 到很好 结果 进去这个肉体 剩下 一点点而已 一点点的道理而已 看 我们人的心 太可怕了 时时时刻刻 这样 很改变得很 很快的 心变得很快 所以为什么 先佛 前前叫我们 一定要 常常回来 这个佛堂 回来道场 要回来道场 做什么 办事 要我们要修道 修心 要行道 要学习很多 常常都要插电 听领听这个佛 佛的这个道理 我们听听 常常听了 常常听知道了 我们原来就是 求有求道 就要有行道 要有办道 要有修自己 修的圆圆满满 改自己的脾气毛病 那朱佛堂很会发脾气的人 结果 我们人 自己看不到 自己 要同修的 兄弟 兄弟姐妹 同修的 磨 磨来磨去 现在我们修道的人 就是 要靠 兄弟姐妹 这样同修的 磨我们 才会成长 所以 佛堂那时候 糟糕了 自己 看不到自己 常常会发脾气 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脸 是 长得怎么样 后来 太子哥哥说 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 脾气很难改的 个性很难改 脾气也很难改 但是呢 你要发脾气的时候 你有修道 你有听道理了 你现在有听懂 你要发脾气 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先念 阿弥陀佛 然后 你就走十步 走往前 往前 我是 既功老师的徒弟 往后 我是 叶慧菩萨的徒弟 要往哪里 都是 先佛 我不可以生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快点去照镜子 你才看到 你的脸上 你生气的时候 然后 像魔一样 那或许 要发脾气的时候 就快点去看镜子 每次看镜子 就看到自己的 好像魔王一样 眼睛这样 不高兴 瞪着人家 然后 然后心又 蹬蹬蹬蹬 跳得很很大 然后学一直往上 这样不好看 就好 我这次 一次了 第二 第三 第四 一起减 减少 减少 而且 听道理 慢慢 慢慢 改自己的脾气 慢慢知道 前嫌的这个苦心 众生的可怜 所以 我们 记公和佛 常常说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人有气 但是 不要生气 每个人 都有带 一个 俘虏 对不对 一个俘虏 带着 这个脸上 每个人都要笑 嘻嘻的 都要向菩萨的心 慈悲的心 度化众生 天天 都要找 两个小时 要自己 抽时间 去跟人家 成全 去度人 所以 我们记公和佛常常讲 会吃饭的 就会 讲道理的 有嘴巴 他给你吃东西 给你讲话 但是 也有嘴 给你有嘴巴来讲道的 我们求道三年的人 一定要有度人 要有付出 出来 你有付出多少的 这个 力量 付出多少的 这个 慈悲心 上天 上天就会 剥准 给我们的 所以 这个是真的 只要我们 有一颗心 修道 有一颗心 对你自己的良心 有一心 对我们的 寄功和佛 越会菩萨 我们修道 一定 会修得 很圆满 所以 这个道场 没有逼我们 也没有 给我们的压力 我们自己 要放下 事情要放下 心要打开 海阔天空 心要很干净 很高兴的来修道 所以老师说 修道 不能 有这个 不高兴的心 来修 你要脚踏出去 先佛才可以救我们 实实在在的修道 平等的这样 平 平心的这样修道 不要上上下下 我今天 去听道理 太好了 这个道 一定要修 又花心了 修 等到修来修去 又有人说 这个 磨心 这个磨心 又来告诉了 懒惰病又来了 脚又踏不出去了 心又不想来佛堂了 这边磨心 作主 磨心作主 的时候 太可怕 烟灭 千六万年 所有造罪的 这个 这个 烟灭六万年 准是这样 这个六大轮回 这样 我们做什么 罪过 做什么不好 统统都不知道 我们人都不知道的 前世我们欠 烟灭多少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要 现在 上天 大开福度 老母大慈大悲 祝天宣佛 大帮祝大 这么慈悲 照顾我们 天天都照顾我们 一年又一年这样 给我们身体这么好 给我们全家平安 大大小小 很顺顺利利的平安 我们应该要怎样 要自己会 感恩 我们在道场 一 要会感恩 二 自己忏悔 三 谎光自己 四 检讨自己 哪一个地方不好 自己要检讨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整年 我们有做到什么功德 我们救到 众生多少 渡人多少 撑钱人多少 自己有没有修好 所以我们有得到 我们有求到 这个 路 天堂路 还有地义的路 两条路 给我们选 每个人都想要回到 李天去 但是 回到李天 也要有功德 我们在这个人间 赚钱 赚了这个钱 是要来养这个肉体 这个肚子三餐 但是我们灵性 他也要 赚这个功德 回到天堂 才有位置 才有这个 成什么现佛 你自己 放个时间这样 转轮回这样 过去 浪费了一天 又一天 这样 太可惜了 所以自己要快马这边 坚强自己 自己的这个 心要很坚强 脚要站得很稳 耳朵不要太软 自己要做主啊 我要修道 我要成佛 我一定要修 我不修 祖先也没有长到我的光 或许今天还在道场 也是提醒自己 天天都是提醒自己 我不修 祖先没办法 张光 九贤 祈祖 要展我们的光 所以 还有我们的六万年的罪过 我们要把这个罪过 要留 留完 要把它留完 才可以回天去 留不完 回去也没有用 也还是要再来 准事 而且 不知道准 做人的做动物 这样 所以呢 这个霍学很相信 因为 以前 现活常常跟霍学说 趁还有这个肉体 还有这个腹吸 真结合在一起 有多少时间 就行功多少 你有行功 你有功德很多 百年后 你要归空的时候 你跟哪位现活有缘 那位现活就会来 接你回去 也不用 进过这个 三棺 主 三棺 大地那边 不用 进过那个地方 就直接进去 第二门 就看这个 功过本 我们每一个人都功过本 从我们求到那天 师兄 就在第一 领 跟云楼王 十殿 第一云楼王 领上去了 在里天 我们师兄 管 我们的这个 功过本 这两本 那时候 或是 去看的时候 都没有看自己的 一直要看别人的 结果 这个 我们是想 怎么说 不要看别人的 看自己的 结果看自己的 这个 这个 过本 换了好几本 换了好几本 那个行功的 那本 都还没有换 还是一本 都没有换 结果 吓到了 哎呀 我的这个 佛规礼节 这个 都不懂 做错很多 好 我要 进心 下去这个 这个人间 去佛堂 这个佛规礼节 我一定要 学好 好了 我学这个佛规礼节 细节 一定要会看 我们在道场 学好的 不好的 不要去学 所以上天说 伴上天 白羊戏的 每个人都有一部分 每个人都有一份的 回 道理天 每个人都在演这个白羊戏 你当什么你就去做什么 典全师有领这个上天的天命 来传道 来领导 众生 就典全师就去当典全师的 有这个责任 那讲师也有讲师的责任 他领讲师了 领讲师了就要 去到处 成全员 到处讲道理 所以 有一次在这个湖山 我们老前人 他写这个讲师这两个字 然后问后 谁说这个怎么念 后谁说讲师 那你身为什么 后谁不敢当 我当初在泰伯给你领讲师 这个就是讲师 这个就是讲师 有一个字是讲 那你要到处去讲 所以讲师要多看 等于是 跟讲师 都要多看 这个 这个 新闻 还有经典 要 看的很多 谈主 跟讲师也差 差不了多少 谈主跟讲师 就是要 这个 这个教 道清 三宝要会讲 开班 开四道义 什么都要会讲 所以要教人家 所以要学好 那细节 在道场 我们可以看前嫌 他怎么做 细节很多很多 很细腻的很多 我们要一定要学到的 所以很多的这个 讲师 盘主 还有道清 我们 领了这些的 这个 分身 我们一定要 成上 起下 尊师 重道 讲师 要跟点 是 求良好 然后 讲师也要 听 诗 调遣 或谁 有过这些的 这些的 这个 三种 就是 尊师 重道 还有 听诗 调遣 还有 这个 承上 起下 一定要做到 所以呢 我们才不会 做到不好的 会被 记过的 事情 很多的 众生 还在等 我们 每个国家 每个地方 都有众生 很多 老师常常讲 在这个 泰国那时候 开办的时候 老师说 哎呀 你们讲师 谈主啊 你们不要再睡觉了 不要再懒惰 的心了 快点 去度人 去成全人 很多众生 还在等 不要 静静的 这样 不管 感受 所以 那时候 听到 老师提醒 这样 好 我有时间 多少 我就要去找 道庆 这几天也是 更点 是这样 一直跑 跑 去找道庆 多多少少 你没有讲 也没关系 大街 我们一起去 我们也有一份的 所以 那时候 刚开始 看到自己的莲花 没有叶子 没有光 我吓到了 一起做 一起行过 一起留院 一起要做功德 来给自己的莲花 这样打